离开客栈,殷雪走进杨莫婉,第一声开口,主人,叶军青和段婷婷跟上来了。 其实就算殷雪不说,姚莫婉也闻到了叶军青身上那股独有的清雅味道,只是那种味道已不如当初那样纯澈了。 别管他们,面对叶军青,姚莫婉做不到心如止水,但他却可以伪装得极好。 彼时面对不共戴天的仇人,他尚且可以将傻气发挥到极致,现在他自然可以表现得云淡风轻。 眼见着姚莫婉的马车离开阵级,叶军青吩咐车夫跟了上去。 这似乎不是去大蜀的路呢,王爷不打算见蜀王了? 段婷婷杨眉看向叶军青,心底划过一抹苦涩。 本王想清楚了,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会记住,如今曹昆大军在广宁虎视眈眈,本王必须回去主持大局。 主夫,快点。 叶军青说得理直气壮,丝毫没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感到羞愧。 王爷说去哪里都好,婷婷跟定王爷了。 段婷婷水样的毛子,溢出无限的风情。 玉纸情不自禁地俯上叶军青的手臂。 心毛毛的,像是有只狗尾草摇来摇去,摇得他心里发慌。 叶军青咽了下喉咙,犹豫片刻后,刻意抽回手臂,朝一边挪了挪位置。 王爷,念烦婷婷了? 段婷婷卷去的睫毛,润染着盈盈波光,一滴泪,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。 别哭,别哭啊,本王怎么可能厌烦你,本王喜欢你还来不及。 叶军青的话不禁大脑地脱口而出,心却恶然了。 这是他说的吗?这么肉麻的话,居然是他说的。 王爷,真的喜欢婷婷? 段婷婷文声,顿时展颜。 对于男人来说,流着泪的微笑,那可是要了血鸣的。 此刻,叶军青纵想解释,却不知该如何开口了。 本王,本王觉得这车厢里怎么这么热? 太热了,你不热? 那你坐着,本王坐到外面吹吹风。 没等段婷婷开口,叶军青逃命般地出了车厢。 秋风至,叶军青头脑顿时轻盈,不由出手扇了自己一个嘴巴,顺带还来了句,让你顺嘴胡舟。 虽然叶军青一路尾随杨莫婉,却始终没有上前搭讪。 差不多十天的时间,他们就这么你追我赶地回到了季州。 行馆内,众人望穿秋水,尤其是桓衡和燕男生争相抢夺叶军青。 终究因燕男生下手快鞋,方才将叶军青拽到了轻儿的房间。 且说桓衡没抢到叶军青, 正懊恼之时,忽然接到一张秘间。 看过内容之后,桓衡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行馆。 天香楼的雅间内,姚莫婉一席素衣,面罩黑纱,安静地坐在那里。 桓衡来时,姚莫婉正品着茶,姿态雍然华贵,独有一股不怒自威的骑士。 楼夫拜见景金姑娘。 桓衡知恩图报。 对这位静心姑娘自心底敬佩。 尤其是在其引领自己投奔叶军青之后,桓衡老来得志,越发将姚莫婉敬为神明。 老将军平身。 姚莫婉微微点头,旋即伸手示意桓衡落座。 不知静心姑娘找老夫,可有要事。 桓衡坐在姚莫婉对面,态度谦恭。 老将军言中了。 这一次,静心是有事相求。 姚莫婉开门见山,直书凶意。 桓衡闻声片刻犹豫,随陡然起身,双手鼓拳。 静心姑娘,有事尽管吩咐,老夫自当全力以赴。 桓衡吭腔开口,目光锐利如鹰。 姚莫婉唇角轻钩,旋即仰手将自己脸上的面纱摘了下去。 眼见着姚莫婉目入秋水地站在自己面前,桓衡瞠目结舌,整个人仿佛僵在一处,动弹不得。 皇后娘娘。 桓衡做梦也没想到,她一直景仰如神的静心,居然会是被世人看作嗤儿的大楚皇后姚莫婉。 即便身经百战,心面如钢,桓衡依旧无法承受眼前这害人的事实。 诚如老将军所见,静心便是莫婉,莫婉亦是静心。 姚莫婉可以理解桓衡的惊诈,毕竟她痴呆楚后的形象已深入人心。 老夫真是没想到,这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桓衡茫然看向姚莫婉,眼中竟是质疑。 此事说来话长,相信老将军还记得前皇后姚莫婉。 世人皆道,姚莫婉死于难产,实则不然。 相访内,燕南生揉着光洁白皙的额头,用手指了指叶君青。 这件事儿,南生只是客串,主角在这儿,当初是他应你的,如今你就算寻死逆活,也该找他。 燕南生这段时间,是被清儿折磨疯了,自上次在望皇城常跪不起之后,清儿整天地跟在燕南生身后,时而装可怜,气不成声,时而当泼妇,谩骂诅咒。 燕南生若早知这样,他恨不得时间倒转,让他嫁,呃,取了妹姬算了。 叶君青,当初你答应清儿,只要从许墨那里弄到钥匙,你就负责将清儿送到万皇城。 如今倒好,清儿也离开水天一色了,却若不得万皇城,你这不是把清儿逼上绝路吗? 叶君青,这件事儿,你必须负责。 清儿抹着泪,启声怒吼。 清儿姑娘,君青觉得吧,在这件事儿上,你该讲理的,当初虽是君青求你,但旧的却是燕南生,所以于情于礼,送你回万皇城的事情,都不该落在君青头上呀。 叶君青自问,与韩锦怡无甚交情,这件事他还真应不下来。 哼,那现在怎么办,你们是不打算管本姑娘了。 清儿双手插腰,目如同名。 其实,君青倒有一个不错的办法,姑娘若回水天一色,必定还是偷牌。 叶君青的言外之意十分明显。 一侧,燕南生闻声俯额,唇角抽出了一下,进而以最快的速度捂住了耳朵。 叶君青,亏你仪表堂堂,却没想到是个道貌二人的伪君子。 若清儿愿意做那头牌,当初有什么理由应成帮你们做事? 你以为你是谁啊? 好嘛,事情办妥了,你们居然想卸墨杀驴? 你当真以为清儿好欺负是不是? 叶姐君青,本姑娘今天就告诉你,如果你不把本姑娘送入王皇城, 本姑娘明日就在冀州青楼挂牌。 清儿仿佛一只咆哮的母狮,吼得叶君青恼而疼。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。 叶君青点头,眉眼皆笑。 哼,王爷笑得太早了,清儿还没说完呢。 待清儿挂牌之日起,每晚必会带着姐妹们到军营里逛一圈。 届时让冀州百姓都瞧瞧,王爷口中的正义之师都在干什么? 明里出银君,安邦定国,说得比唱得都好听。 这到了晚上,把那身铁皮一扒,哪个不隐,哪个不当,正义之师。 我呸! 清儿一番陈词,叶君青绿了脸。 清儿姑娘也不够狠啊。 叶君青觉得此事棘手了,谣言猛于虎,如果失了民心,这个仗可难打了。 哼,清儿不过是以牙还牙,以言还言罢了。 清儿冷眸瞥了眼叶君青,兴兴地道。 那个,姑娘不觉得这么做会坏了自己的名声? 是啊,若姑娘如此做,岂不连自己都毁了? 即使,韩锦衣又该如何看待姑娘? 哼,你们说得也对。 其实,这种事儿倒也不用清儿自己出面。 只要使足了银子,雇几个碎嘴的大婶,随便说两句岂不简单。 清儿挑着眉,眼底竟是得意。 叶君青与燕南生闻生,顿时粘了下去。 结果就是,叶君青答应清儿,十天之内,必定想罚将他送进万皇城。 且说天香酒楼内,环衡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对姚莫婉的崇拜,简直如滔滔江水,奔腾不息。 没想到,义红义居然这样无情无义,向前皇后为他做尽一切,他居然望恩负义,简直丧尽天良。 莫婉之所以将事实的真相告知老将军,是想求老将军帮莫婉证明。 只要老将军能站在莫婉这边,莫婉便无后顾之忧了。 姚莫婉觉得,表露身份的时候到了,只是这件事不能由叶君青出面,毕竟他们之间还存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但环衡就不一样了,环衡身为军中老将,在将士中威望极高,最主要的是,他与自己扯不上丁点关系,由他道出一切,在世人心中的可信度必是极高的。 环衡娘娘放心,环衡自知该如何去做,只是这件事,不知王爷如何打算。 环衡心存顾虑,狐疑地问道。 老将军放心,莫婉所言亦是王爷的意思。 姚莫婉觉得,这件事,叶君青不会反对。 毕竟在此之前,叶君青曾几次向他提出将自己的事召告天下。 即使如此,老夫这便筹谋。 环衡点头应道,在环衡离开,殷雪转头看向姚莫婉。 主人,殷雪相信此事定会很快传到叶红衣那里。 殷雪神色粗然。 可你信吗,叶红衣不会相信的,除非本宫亲自承认,否则他死都不会信。 姚莫婉眸眸色阴冷,眼底闪出一抹鄙夷之色。 叶红衣,莫婉就是让你在信与不信中纠结,发疯。 且说姚莫婉回到行馆时,听月正在房间里滔滔不绝。 王爷真喜欢上那个段婷婷,不会吧? 羽儿质疑地看向听月,总觉得听月言过其实了。 你们几时看到王爷为娘娘嫁音了? 听月反驳开口,众人摇头。 我亲眼看到王爷居然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段婷婷披上。 这才刚二五秋,王爷就心疼成这样。 若是冬天,王爷指不定把琵扒下来献殷勤呢。 说的也是,刚刚王爷特别吩咐我把行馆里最好的房间收拾出来给那个段婷婷。 你们知道的,最好的房间是主人那间,我总不好把主人请出去吧。 温雷犯难道,就在这时,杨莫婉已然无声无息地走到了温雷身后。 其实啊,说句实在话,那个段婷婷,不就是比主人年轻些,漂亮些,身材慢描些,步履轻盈些,声音温柔些,笑容可人些吗? 他有他的长处,这主人也有主人的短处嘛,是吧? 温雷一语,众人漠然,有些甚至提前默哀了。 诶,你们怎么不说话了? 我说的不对啊,主人又不在,你们实话实说,那个段婷婷,漂亮不? 风莲,你说,如果是主人和段婷婷,你会选谁? 温雷一副活够了的表情,令众人扼腕通袭。 身后,姚莫婉聊起额前的长发,忽然感觉白居过境,原来不知不觉中,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呢。 别问我,我立志得到的。 风铃朝温雷时眼色,却不见温雷有半点收敛。 把青楼当成家的人还能得到啊,你糊弄鬼呢。 雷霆,闪电,你们俩说说,到底段婷婷好看,还是主人好看? 众人神情悲悯地看向奔雷,或许他这辈子也摆脱不了打扫茅厕的命运了,或许会更糟。 别问我,我只是打酱油的。 雷霆仰头,目光盯向房顶。 我觉得吧,其实,男人更适合我。 一语弊,站在电闪身边的风铃,顿时飞出树丈远。 成人电闪没有这样的癖好,可若能摘清自己,电闪觉得,这样的黑锅是可以背的。 我瞧你们一个个小胆,都喂熊瞎子舔了。 分雷鄙夷地看向众人。 你胆子大,那你说说,如果是主人和段婷婷,你会选谁? 圆儿很贴心地,为一奔雷刨了个坑。 那还用说,当然是段婷婷了,人家又温柔又贤惠,可主人不一样。 主人凶起来,那真是跟汉子一样彪悍呢。 不过,又是答案不限数量的话,两个都选也行。 至少有人欺负的时候,主人还能派上些用场。 温雷十分认真地跳进了羽儿为其挖好的万年大坑里。 温先锋的脑袋到底是从千军万马中提炼过来的,音血实在听不下去了,随起唇夸赞。 什么意思啊? 温雷饶有兴致地转身,却在看到姚茂婉时,薄唇未裂到极致,愿意破碎在脸上。 意思是踩得不轻啊。 姚茂婉耐心解释,玄吉在听乐的蝉扶下坐到了正位上。 主,主人,您什么时候回来的? 虽非树就寒甜,可奔雷觉得自己连脚趾尖都在冒着凉气。 嗯,什么时候呢?让本宫想想。 哦,是你让本宫搬出这间屋子的时候。 姚茂婉努力回忆着。 奔雷哭了,他觉得自己这次真的可以去投胎了。 然则,姚茂婉并没有惩罚奔雷,甚至没有让他去扫茅厕。 不仅如此,姚茂婉竟真的从那间房子里搬了出来,搬到了整个行馆最为安静的东南角。 这让奔雷寝食难安。 有好几次,奔雷都负荆请罪,求姚茂婉处罚他。 可姚茂婉只是微微一笑,便将他请了出去。 于是,奔雷得了抑郁症,连走路都能撞到拱门上。 眼见着奔雷精神萎靡,脸色蜡黄。 众人方知,这次主人是动了真气。 且说皇甫俊修跟着姚茂婉回到冀州后,便被姚茂婉安顿在了客栈内。 一日,桓彩儿便收到了一张字尖,上面清楚写着皇甫俊修所在的地点。 于是,在犹豫了两天之后,桓彩儿方才带着紫双,凭着字尖上所写的地址,找到了皇甫俊修。 而此时,皇甫俊修已经被绑在椅子上三天两夜,滴水未尽了。 啊,公爷! 紫双先一步打开房门,正看到在椅子上搭了着脑袋,萎靡不振的皇甫修。 身后,桓彩儿纹生推开紫双冲了进去。 当看到皇甫俊修脸色惨白,薄唇干裂的一刻,原本那一肚子的怒火顿时兮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